在这短短两天的时间 华联地区已经连续发生15次规模3.3以上的有感地震 让不少民众都心驾驾 不仅想起三年前的0206强震 而这张气象局也表示 在未来一周不排除再发生规模5.5到6.5之间的地震 华联消防局呼吁民众 当地震发生时 务必做好趴下掩护稳住的自保准备 从7号凌晨开始一直到8号早上7点半 短短不到几个小时 华联地区已经连续发生15次规模3.3以上的有感地震 这也让各地陆续传出因为地震所造成的伤害 我刚才站在这边门口突然间地震来 我还以为平常那样的小晃晃 没想到今天的地震超大 前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好大 然后门口玻璃全部都破掉 短时间内频繁的地震 也让不少花莲在地居民行有余悸 会响起三年前的0206大地震 会有一种被感觉惊艳的感觉 就是会很害怕然后联想到0206 我会想说这次的地震会不会就 突然就变得跟0606一样大 所以就开始有点担心 然后会开始很慌张这样 晚上会不会不敢睡觉 睡觉方面是还好 可是半夜如果开始突然震起来 就会自己很直觉反应会爬起来 而中央气象局也表示 在未来一周不排除会再发生 规模5.5至6.5之间的地震 花莲县消防局则呼吁民众 当地震发生时 务必做好防震自保准备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就要先做好趴下 掩护稳住的动作 在地震摇晃当下要稳住我们的重心 所以说就立即趴到地板上 找东西掩护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桌子来保护我们 避免天花板掉落物砸伤我们 然后稳住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抓住桌子 要稳稳的把它抓住 让它不会跑走 持续的保护我们 等到地震停止之后 我们就立即开门 带着身边的亲友 往屋外空旷处去躲避 当然在离开屋子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确认瓦斯水电这些 有没有关闭 避免说因为地震摇晃造成二次的灾害发生 107年的一场大地震 让原本自豪不怕地震的花莲人 心中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同时 民众也务必要有正确的防灾观念 才能确保自身安全